21,570欧元 意大利最新人均收入出炉 超过这个数跑云96%的人 意大利文案街消息 刚刚意大利财政部公布了最新人均收入的统集数据 意大利2022年的人均收入达到21,570欧元 既有门都达标了吗 日前意大利财政部公布了2021年 意大利个人所得税申报了统集数据 意大利的人均收入为21,570欧元 相比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 小伙减少了1.1个百分点 从地区分布来看 意大利北部南平的地缘特性再度暴露无余 中期腹地伦巴地大区以25,330欧元的人均收入 分融意大利全境 北部自治省布尔扎诺 则以24,770欧元的人均收入位居次席 南部高跟鞋间处的卡拉布里亚大区 则以15,630欧元的平均收入不幸见底 根据意大利财政部的观察数据 意大利收入占比最多的人均 集中在15,000至17,000欧元区间 人数占到总体纳税人的70% 贡献的个人所得税则占总纳税额的67% 而年收入在15,000欧元以下的人群 也要占到总体比率的26% 如果基友们能够年入7万欧元以上 在意大利财政部的定义中 你就属于头头的金斯塔顶端人群 属于总人群中前4%的金银 而这些4%的高净值人群贡献的个人所得税 足足占到了总数的29% 再看以工作类别来粗粗对比收入 意大利自雇群体成为人胜赢家 他们在2022年的平均收入 达到52,980欧元 人胜单位职工20,720的收入 和私人企业组19,900的平均收入 看完这一份官方的统计数据 就我们在2022年的收入被平均了吗